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时间早上8点半左右 欢迎各位收听这节目 很多人都留意这段消息 中国的出口大跌 出口增长很低 未去到负增长 因为多谢EOMX 他仍然有出口一定量的Telstar 电动车 所以仍然有1.1%的轻微增幅 但基本上其他项目都大跌 好了,这是问题 当英国11月以外地出口 有轻微经济增长 应该是最难的 在这麽多国家做经济 应该是最难的 无论德国 美国的通胀都是受控制的时候 当然未完全回到以前的低通胀年代 现在仍然是高通胀 但至少升幅已经受到控制 为什么中国的出口增幅 没有增幅 没有增幅 基本上中国的出口已经是玩完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全世界和中国的Decoupling 这个Decoupling是不可逆转的 这是整件事问题的所在 这个Decoupling 这些厂都离开了 是不能回来的 这个要由一个做生意的人的心态 去看 过去 两年做生意的人的怒气 因为在中国 都保存了一些货柜 都保存了一些货柜 令到全球的墨楼大混亂 令到全球墨楼大混亂 所有人做 採购的时间 都没有办法预算 到货的时间 这就做不到生意 很多人都做不到生意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处理 这些货柜的生意 好了 到了这个位置 就要找解决方案 一定会 大家知道一个现实 就是习近平只要一日仍然在位 中国的新产业 是没有办法稳定的 因为它的政策招应直改 你永远都 即是你说 你今晚疫情期间 都仍会有 机会生产 但是去到后来 动态清零那时 已经是狠狠了 去到所有政策招应直改 没有办法预测 再加上 有俄乌战争 中国站错那边 结果 大家都会觉得 不行 风险很高 跟中国的风险 多便宜都没用 那么 就开始大企业 你开始大企业 你开始大企业 那时 老实说 越南那些开始正常 虽然越南有很多 虽然越南有很多 虽然越南的组织 是虽然的 我告诉你 真的虽然的 虽然的 虽然的 虽然没有朋友 很多外资公司 想派人过越南 都有怨气 但是 都比中国 因为结果 这些公司的厂 开始全部都搬去越南 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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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东南亚国家 搬去 印度 因为我全部都有 有数据 我全部都预计得到 我什么时候交货 什么时候收货 多些时间 我预期到 我不需要有Plan B 我不需要Plan C 我不需要Plan D 你要有Plan C Plan D 也要 时间 而且 不是每个客人都会明白 究竟外面是有多混亂 不是每个客人都会明白 其实很多人都会不明白 我告诉你 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你中国就玩完了 所以 基本上 西方Cutdown 就不会 基本上 已经不会再将Ddown 再回来 所以 越做越缩 我不是说 现在完全 那条街都没有了中国货 但问题就是 你在欧洲 我已经知道 其实少了很多中国货 中国货 已经少了很多 越做越 开始很多是说 越南制造 泰国制造 印尼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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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印尼制造 也不见不见 这个差异性 基本上是不会变的 因为你 习近平是昂糕的 嘛 习近平不停得罪 美国 不停得罪西方 基本上 全世界和它Decoupling 是没有变的 这个是最 这个是最 very very beginning 但是 另外一个 我觉得更重要的因素 引到一些 西方国家 开始 这个趋势 不会停 而西方国家 肯定会和它Cutdown 的原因 我不知道你 在台湾会有什么 台湾unpredictable 如果台湾unpredictable 或者是 作为做生意的人 如果你无法在台海 会开片的 可能 轻质就是 这些货出不了 重质就是 如果你 全世界制裁中国 就是为了防止你 防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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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你防止你 防止你防止你防止你防止 防止你 防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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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调 等等 但是 总是 但是 并不渡 那些 你跟着你,连Dell、HP都打算在中国的S&B 即是不用中国晶片、shutdown的China的S&B center 你去到这些位置的时候,你会知道 这个大趋势是一路向下滑 换言之,中国和香港的港口的使用率会越来越差 所以我告诉你,香港是很严重的 香港做墨牛那些,我告诉你,香港是没得做的 第一个想法,如果香港做墨牛第一个想法 如果这样的大趋势,海运更加没得做 海运就只有入口,香港本来就只有入口 香港比其他中国城市好,因为香港人自己都要吃的 有七、八万人,入口有一个基本数 但是出口已经没有数了,香港已经没有数做的 我相信可能就是,因为中国就倒转,中国就没有了入口 中国就没有了入口 中国也没有钱入口 中国也没有钱入口 有些出口,但是可能就近,船班次就合定 全部叫他们香港出口 但是呢,这个维持不得外的 因为你出的,这个要越来越缩 香港船运可能呢,去到今年年底 就已经没得做了,香港船运 你说香港空运 是,飞机班次就恢复了 这个问题就是空运那些是贵价货 就是电子啊,贵价乘衣那些 那些搬走了,贵价乘衣那些 只剩下一个材货 是一定要,只能够在中国做 是丝绸 丝绸品是麻烦的,丝绸品 我以前在家做的那些 帮一些名牌做OEM的那些都知道的 丝绸品是一定在中国做的 暂时,丝来说就没有符的 丝绸 丝最多就是什么 我想可能时装界的大小就是 减少用丝的 材货 是啊,是可以这样的 就是减少丝货三 是这样的 因为你没有,因为丝和孙子一样 是不知找什么replacement 那些是很 你就算你在欧洲养残 都养不了那些 就是,那个是和当地 可能你吃的那些 那些树叶那些有关 那些,解释不了的那些 因为孙子和树皮有关 那些是搞不定的 日本人搞和子 搞了几百年都搞不定的那些 就是写书法或国画的那些 日本人好的那些 仍然乖乖地要去中国买孙子 我这个不是帮中国说好说话的 因为那些是真的得中国的 日本人搞和子 京都那些人搞和子 搞禁的那些搞不定的那些 那些树是得那些 那些树是这样的那些 那些是没有办法的,那些是没有符的 那些是涉及天然物料或者一些 那些技术全城的东西 就没有办法的 但是我撇除这些 其他那些都会走的 其他那些走清光的 基本上 以前有些名牌OEM 在China 有些奢侈工人那些 skill set的问题 香港的人 是会捉住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没有的,现在没有的 那些都没有的 基本上你可以 在印尼 印尼成熟 印尼有很多库都在印尼做的 印尼、越南那些厂都成熟了 Bangardash那些都成熟了 而且现在已经不流行fart fashion 以前还流行fart fashion 现在是流行自己补衣服 而且要流行衣服 现在那些人呢 仍然要买贵衣服 就是买名牌都是 有些手工好 质料好 我买一件 几件不用再买 现在是买贵衣服的 但是原因就是 因为fart fashion的年代 以前低通胀 我fart fashion 我常常换款换到花尖 招尖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fart fashion 这件事还 没有了 fart fashion被视为不环保 而且是 在这个高 high inflation的年代 这件事很不实际 制衣工业都开始 改变那些 制衣工业都开始改变那些 没有办法搞的 你不要玩的 这个 玩不到的 所以你说中国经济 你只会有什么结果 一路向下落 所以你说 中国人外来香港 还会有钱买东西 你觉得他会有钱买东西 你觉得他会有钱买东西 他那些钱是什么 他收入哪里 钱从何外 你这么清楚 中国是不是真的 本身有钱 中国不是本身有钱 中国是不断地的 外汇 他是一个突然间 暴发户的人 他突然手上很多钱 然后他手上很多钱 不止不用 那就来香港买砖头 周围去投资 周围去大撒币 所谓的大撒币 周围去大撒币 周围去投资 周围去投资 你没有考虑过 那些投资的回报 那些回报 所有投资 所有投资 要计算 那是没有的 如果你以前中国 不是乱狗的买东西 是好像日本人 日本人 以前都 大撒币 但是以前日本人 大撒币 始终日本人 都要小心做事 他都会计算 基本的回报 和长远收益 有没有在那里才行 所以日本人 基本上日本人 所以日本为什么可以躺平 这么多年 他是要用 他那个 庞大的海外投资的回报 就是你这样 他不断地在海外撤厂 有些企业 他买了一些优质的企业 真的优质的企业 长期持续 那些不同的 不同的 但是中国没有这么庞大的 海外投资收益 中国一来就磚头 你现在泡沫经济 你现在泡沫经济 就马上爆破 因为你没有了外外热钱的流入 也没有了外外那些 你卖东西的收入流入 你跟随着 那些钱全都洗掉 在房地产市场全部都洗掉 一爆 香港经济不堪 香港经济就要 以往十几年被人流入 政政上台开始 highly integrated into China 一暗起来 死亡惨重 所以我说香港人 现在很走进 因为你香港 今年是不是都死的 我告诉你 香港是一个完全死局 左右前后都是死局 为什么 我不计原学的事情 习近平政治上是一个死局 你夏宝龙坚持硬创23条 今年一定会爆弹 不用说的 下一节我会说的 就是夏宝龙坚持硬创23条 好了 硬创23条 死局 金融人们全部走完 死局 出口死局 那还有什么 好生意啊 不是啊 外资不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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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国不行 外资没有的又回来 香港 你搞出23条 你的金融中心不是那回事 更加没有的又回来 东八市区有些会摆在新加坡 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的地缘政治形势呢 如果远东有可能会爆发战争呢 我估计更大部分的公司 是远东啊 躺平啊 是这样 躺平 正宽奇面 要看什么事情 新加坡也不做大 新加坡 新加坡有新加坡的问题 新加坡丢爆是它的淡马石控股 淡马石股也投资了很多东西 在中国 新加坡的工资 新加坡是开始出事的 新加坡的国家 你看回 盛港的组屋的质量危机 以至新加坡报业控股的读数危机 两个 新加坡报业控股很严重的读数 读数也很严重 两个东西 加上 你看到新加坡的管治水平 是不及理干扰的 理干扰的 理干扰就不会允许这件事发生 理干扰不行 但是你显龙 你就看到 已经是新加坡开始有问题的 如果新加坡都出事的话 真是好生意 你真是整个远东区 大家退避三四 你唯一的选择就是 因为你台湾不方便做生意 台湾的法制搞不定 台湾的法制有时间都搞不定 台湾是做科技会很好 但是台湾你说他做生意 就一定会出事的 因为你的法制不行 加上这么多因素 就是大家会躺平 躺平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你远东开大片 我估计香港打了残 香港打了残 香港打了残 之后 那些人会回来的 那些人会回来重建 当然你不要被热狗歧劫香港 如果被热狗歧劫香港 以后都不用玩 但是如果没有热狗歧劫香港 那些人会回来 重建香港之后 若莫战争之后 20年 你见到重建成效 你就会出现一个 政治的灵魂 因为那些人会回来 所以我说 你现在九运就出事了 九运那20年 香港就完全是废墟 而且在雅力上重建 但是你说九运 九运完之后 应该是好些的 香港是挺好的 应该会回来的 有些事情 原因是 如果我不是用那些九运 一运那些推 就很简单 香港可能这几年 如果中国爆发战争 中国爆发大分裂 香港有五年时间 什么运运 走到没有 随着死的人多 OK 接着过了这一段时间 接着你慢慢由零开始 差不多接近零开始 因为所有都破坏了 重建 那你重建 没有十年 没有十年 百年 你不会见到成后 你想想 德国的经济奇迹 西德的经济奇迹 1945年战争结束 1949年建立 西德 接着马歇尔计划那些 走了 你刚刚撞了 战后baby bone 那些什么 德国都是要去到1950年代尾 开始见曙光 西德的经济奇迹 大家真的觉得它是奇迹的 是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 大家都意识到西德是一个新的经济强国 即是回来的 反省过以前的德国 因为现在德国不是有钱的 立税党的时候也不是有钱的 很多公司在德国不是有钱的 德国真的有钱 我告诉你是战好的事 不要搞错 德国人是很高航 很穷的国家 很穷都很穷 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德侨 前往美国 找饭吃 德国真的有钱是 after war second after马歇尔计划之后 因为它的庞大的工业基础 在和平年代 就可以得以发挥全力 你看看这些东西 你就知道 英国就没有了工业基础 英国就迷惑 所以战后就窮了几十年 战胜国也没有再有钱 窮了很多人当年 有了大量殖民地的包袱 所以英国现在只要游泳 游泳游到现在 二次大之后游泳游 英国游泳游泳游了很多年 所以很棒的人只要来香港搞的 香港是很幸运的 差不多全英国的很棒的人 都去了香港 都是的 都是的 所以你由这一点 你可以看到就是 你中国经济 你这样一定滑到 一定滑到 我建议各位避过香港经济 政治最低潮的时候 政公其变 我就是这个原因 所有structural的东西都没有了 所有structural的东西都是破坏的 这个都不是玄学 玄学角度当然有玄学角度的说法 你可以用推背图 小饼哥 主角母后基民 很多你都推到大致的结果 都是这样的结果 你越近就越看得清楚 你十年前 都看得没那么清楚 有时我都看到有不同的说法都说错 你更加不要说 好像王庭芝那样 这些败女 这些术素皆拜 实际为了投共监粗 你不要说我骂他好人家 譚石永 你老了 不问是非 帮共产党的说法 是罪业 但是 你说去到 你越近越清楚 你最后 你看到越近的时候 你会看到 无论 你是信还是不信 你最后都推出了 这些结果的时候 你就知道 大人祸 你不信还是不信 都是推出一个很恶劣的结果 原因的客观因素就是 你没有东西的 你中国的经济 原本 他爱以为是 他中国没有经济主营过 以前说 腾龙换业 那些是用计划 经济腾龙换业 但是 你如果要去到一个 就是怎么说 你亚洲四小龙 由代工为主 就转变成独当一面 有独当一面的其数 就是譬如 台湾晶片 南韩是 电子工业 文化工业 南韩都是抄日本的 OK 新阿波就变成一个 服务中心 你要独当一面的话 你一定要有一个 我不计计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本来的政制 就没什么大变的 就是它本来就是这样行的 那些东西 南韩 入台湾 全都没有经历过民主化的 自由化民主化 人家升过级的 你这些新加坡 没有完全升级 都出出地 你都闻到我味的 新加坡 新加坡都闻到我味的 新加坡一直都赢不到香港 因为香港给它自由 以往 你这样说 你就明白了 中国过不了 这个我们叫做 bottle net crisis 瓶颈危机 瓶颈危机 你过不了瓶颈危机 不能玩 所以中国经济 现在这样搞 你自己这样 一定在下滑 你会把我抑到 抑到我去 你觉得 你觉得今年会有运行 不要玩 你觉得 还有那些 我知道 还有些地产商 走去找一些 报纸版面 说 我们的商场很多人 哇 我看完这些新闻之后 我看完 不要再用这些 公关这些 粉色太平的照 不要 认认真真 紧缩开支 我没有扶的 现在 认认真真 面对现实 紧缩开支 你减不了债 或者有些 地产公司的负债 觉得 你很简单 年报看到 哪些地产公司的负债 比得超过三成以上 你在避免 这个 我都没 这个都没样子 这个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下一节就是香港的 时间接近中午